白炒香螺片 这道菜曾在88年全国第二届烹调技术比赛时获得金牌奖 是一道九富盛民的敏菜 早在南北潮时并有了这道菜 选料有香螺肉500克 辅料用青辣椒荷兰豆 葱白45克 红萝卜50克 蒜瓣5克 冬菇适量 调料有白糖、味精、精盐 绍酒、麻油、湿淀粉 做这道菜 首先将香螺用平刀片成薄片 中文字幕提供 香菇切成片 青椒切成菱形片 锅内放水 下入荷兰豆 汆水 捞出后沥净水分 锅内下油 下入汆好的荷兰豆 进行煸炒 放盐味精 炒熟以后装入盘中 取小碗一支 用高汤 味精 精盐 白糖 湿淀粉 烧酒 麻油 调制以后备用 锅内加水 烧到70度左右 放入香螺片 超透 捞出以后沥干水分 炒锅内打底油 放入配好的调料 倒入锅中 淋明油 加入香螺片 略炒 然后可以出锅 装在铺好荷兰豆的盘中 这道菜就做好了 它的特点是色泽洁白 自然美观 质地脆嫩 味美清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